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呢 我们开始重新来另一个题目 还是讲贵族 我们这个讲贵族的主要的题目呢 叫做贵族的家庭是什么 贵族的家庭是什么 贵族的家庭是父亲统治的地方 是有父亲管的地方 所以我们这一讲要讲的呢 叫做贵族的家庭 我们一般来说呢 贵族家庭里面夫妻关系不是很和谐 有的贵族竟然要把这些妻子锁在家里 我们也知道贵族的家庭呢 往往是一个华丽的宫廷 有的大贵族 她的宫廷可漂亮了 对吧 里面出了很多高雅之士 还有美丽出众的贵妇们 还有我们知道贵族的衣服是很重要的 贵族在家里 她们的鞋子必须擦得很干净 她们的拖鞋要漆成和那个水质一样的棕色 还有些贵族遇到美丽的妇女的哀伤的时候呢 贵族还要给她们写情诗啊 还要给她们写爱情诗啊 这是贵族的家内的生活 那么在那个我们的那个贵族的家庭是什么啊 贵族大家庭啊 首先我们要讲第一个问题 我们要讲的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贵族的大家庭 也就是说 在这个贵族家里住的不仅仅是贵族的核心成员 比方说贵族一家人 还住着很多别的人 所以他们是个大家庭 那么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重视 中世纪的欧洲贵族啊 他们不仅仅是政治的军事的统领 而且也是家庭里的统治者 家庭一般说是最休闲的地方 是人们生活的地方 但是因为他把家搞得太大了 所以里面也是很多矛盾的地方 我们大家中国人都看过小说红楼梦 红楼梦里面这个家庭就不得了啊 太复杂了 那么欧洲既然是大家庭的那个贵族是大家庭的制度呢 里面也非常复杂 里面有很浓厚的那个时代色彩 比如家长制啊 男性统治啊 贵族政治婚姻啊 家庭生活和政治经济利益直接挂钩啊 所以贵族的家庭呢 实际上就是个小社会 它是集生活 社会政治文化 与一体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组织 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核心家庭 它是一个社会体系中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是个单位 在这个贵族大家庭里啊 我们几乎没有办法来确定他的性质啊 我们也没有办法说他受什么文化影响 因为中国的家庭呢 它是深受鲁家文化影响的 中国的家庭里面提倡家和国啊 在忠孝礼义等原则下的统一与和谐 我们说的君君臣臣 父父之子 同时中国的中央政府制度呢 中央又高度发展 焦躁的就有了家与国之间的直接联系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君君臣臣 父父之子 但是欧洲贵族啊 家庭呢 一直受封建附用 领主附庸制度的影响 还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 加上中央集权制度 很长时间又没有发展 这就使得欧洲的家和 和那个国家的宫廷呢 和那个就使得欧洲的家和贵族的宫廷呢 挂钩了 要求下级贵族 向高级贵族忠臣 服从 所以中国的家庭和西方的家庭呢 虽然有区别 但只是发展程度 文化类型和政治制度上面的差别 而不是性质上的差别 我们还是说说具体的吧 一般来说呢 那个中世纪的欧洲贵族呢 他过的是种大家庭生活 在一个很大的屋子里面 那么往往住的贵族自己的一家人 还有贵族的亲戚 贵族的附庸 还有受他肩负的人 还有朋友 还有仆人 和其他因政治 军事 经济需要 而住进来的外来人口 一些贵族呢 一些贵族的亲戚呢 往往是贵族家庭的正式成员 他们中的一些人呢 是通过缔结一种叫伙伴式的关系 而进入到贵族之家的 外来者呢 在一个贵族家里住满一年零一天 就能够成为家庭的正式成员 所以一般来说呢 贵族是富有照顾亲戚朋友的责任的 他们的亲戚 比较他们的外甥女 侄子 侄女 有时和他贵族呢 是什么 是同吃同住的 我们看看一个贵族家里 有多少人啊 贵族一家 贵族的亲戚 贵族的附庸 贵族的仆人 还有一些因各种关系住进来的人 总之很大 依附于贵族的亲戚 我们来说一下 住进来的一部分人啊 他们是贵族的亲戚 有些亲戚是穷亲戚 有些亲戚是富亲戚 我们刚才说一个贵族 他往往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另一个贵族那里去学武艺 这是很富裕的家族 他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另一个贵族那里 主要是学习武艺和礼节的 但是还有一些亲戚是穷亲戚 他们把子女送到贵族那里来呢 所带的财产很少 不过事事便是 而且呢 他们往往一住就住下来了 他们因为穷也不再给那个贵族什么东西了 住就住吧 这就是说贵族要慷慨的接受他们 但是贵族能够慷慨接受他们的那些人呢 往往是贵族很亲近的亲戚 如果很远的亲戚住进来 贵族也不愿意啊 那些依附于贵族的远亲呢 如果要住进来 他们会带一些东西给贵族 他们会很客气要求贵族收留他们 或者呢 他们每次回去探亲的时候 回来的时候呢 就给贵族带一批礼物回来 但是这些人也可以成为贵族的家庭成员 一旦住下了 一旦承认他们是贵族的成员了 就要提供给他们吃穿 还有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贵族要把自己的财产与他们分享 有些这种寄居者 甚至能够得到200英镑之多的贵族的给他们的财产 200英镑很高了 当时在16世纪买一匹马的价格就三个仙令 可以买一匹马 那200英镑能买多少匹马 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 贵族在接受家庭成员的时候一定要谨慎 如果在选择家庭成员的时候呢 不谨慎 他就很可能自己 人也没有 钱也没有 家里的隐私都透露出去 所以就要有一年零一天的考察期 这有点像现在那个事工期 他们成为家庭住下来也要有一年零一天 一年零一天不出事 才能把他接纳为真正的家庭成员 我们说呢 亲戚里面分富有的亲戚 还有就是穷亲戚 还有近亲 还有远亲 穷亲戚来了就比较麻烦 因为贵族是不可能和他们建立伙伴是规定的 伙伴是呢 就要签个契约的 那贵族呢 这样做呢 是保护自己的财产 因为贵族呢 很愿意把亲戚的子女接到家里来 给他们吃啊 给他们出啊 给他们住啊 为他们的前途做安排啊 但是等到那些家庭 那个亲戚的子女长到一定的年龄的时候呢 贵族就要举行一个会议 邀请自己的领主 附近的领主 朋友得到会 然后对当中的对那些孩子的宣称 他话一般是这样 先生们啊 我的领主啊 大家都来了 为了上帝的缘故呢 我要请这个小孩呢 住在我家里 但是我要你们知道 我不想 那个孩子因为同我住在一起 而认为我们之间就是一种伙伴关系 以至于可以分享我的财产 我只是让他住进来 我不准备把我的财产和他发生 哪怕任何细微的关系 除非他的财产 是在你们或他的朋友的肩负下 而且他的财产也必须 变得很有钱 如果他有那笔钱 那么我要么把他的钱给他存起来 要么为他进行获利性的投资 那么贵族做了这样的一个公开表达以后 他心里就安宁了 他就是说 对于富亲戚和对于穷亲戚 还是有个区别的 如果是很富的亲戚呢 他就和他结成一个伙伴关系 这种情况他的财产会分割给他的 但对于一些穷人 尤其小孩住进来呢 他在社长的时候要举行这样一个宴会 这样一来呢 就说明我们之间只是寄养关系 收养关系 但是我们不是条钱的问题 这就是说呢 贵族也是很精明的 贵族在地界那个伙伴关系的时候 就更谨慎了 这种情况呢 有别于一般的平民 平民和平民之间也有亲戚之在家里的情况 那么也有财产分割的情况 但是在平民处理财产分割啊 收养孩子的情况的时候呢 他一般规矩是有不太严格 比方说对于一个结果两次婚以上的男女平民来说呢 他们子女继承是个大的问题 平民之间如果缔结那种叫伙伴的关系的时候呢 是把初婚或者过去的婚姻带来的子女带进了新家当作一般家庭成员的 就这么简单 你以前的小孩过来就算我的家庭成员就这么简单 如果财产呢 以前的财产全部归你们所有 但是你们也可以分割新家庭里的财产 但是贵族就不这么做了 贵族特别害怕自己的财产被人分割 所以呢 有的时候让外面的人住进来的时候呢 就不和他们结伙伴关系 说进来可以啊 但是钱不和你有关系 这就是贵族在地结伙伴是关系的时候呢 就特别紧张 我们讲了半天呢 终于讲完了贵族的成员里面有两部分了 一部分贵族这些家人 还有一部分是贵族亲戚 然后我们要讲有第三部分 第三波人呢 就是贵族的附庸 贵族的附庸呢 这些人呢 是因为政治和军事的需要结成扭蛋 还是因为要守卫贵族的城堡 也要让他们住进来 贵族的城堡里面要有人守卫 所以附庸呢 有一部分就是贵族的卫士 还有一部分呢 是贵族的学生 就其他的贵族继承在这里的 像他们学礼节的 那么这是两部分不同的人 我们说呢 这些卫士呢 主要是守卫 那些学武艺的 学礼节的那些人呢 实际上有点像时刻 但是他们也有实际的用处 因为对于富有的贵族来说呢 如果没有人住进来保护他们 和他们的财产 他们就过不好 稳定的生活 因为你说在荒天 那个荒野之中 处理起一个城堡 这个目标是很大的 然后经常会有人来骚扰的 所以你家里有自己的卫兵守着呢 人家就不敢怎么样 我们说以为贵族之间经常打仗 打四仗啊 我们总以为贵族的军队是很大的 实际上很小 据说十二个人就能够供下一座城堡 所以当时那个四仗虽然很多 但是规模都不大 所以呢 那些卫士住着很好啊 可以守卫城堡 那些清兵啊 那些卫士啊 往往我刚才已经 上一次已经说过了 就是他们是住在城堡的楼下 当中生团伙 然后周围呢 点那个葡萄草就睡在下面 这平时的年纪呢 一般就从十几岁到四十岁左右 这些人自然而然的 就组成了贵族的卫队 楼下那个大屋子呢 很简陋的 当作生个火炉 然后呢 年轻的那个卫士呢 后边卫士 就是靠着四周的墙壁睡觉 因为都是年轻人啊 他们的日子过得非常无聊 因为他们不懂文化 缺乏教育 缺乏实际的社会交往 老是在糊里糊涂说些话 尤其他们对住在楼上的 贵族家里的女性成员 进行崇拜 这就是所谓歧视之爱 所发展出来的社会环境 对于我们现在已经养成啊 在都市化生活习惯的现代人来说呢 贵族的庄园生活啊 或者城堡生活啊 实际上是非常单调的 贵族和农民的另一个巨大的区别就是呢 贵族在庄园里是住在城堡里的人 而农民呢是住在茅屋里的人 这就决定两者呢 之间呢是个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每一座城堡里面的头就是一个领主 而其他的人呢都是他们的农奴或者富庸或者仆人 大贵族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公爵啊 伯爵啊男爵啊主教啊修道院长啊 他们往往都是这一块地方的主人 封建贵族的那个家呢 往往就是个城堡 是建立在山爹子上 或者在某个药道上 那么这样一座城堡呢 它的功能是很大的 既是一个住宅又是一个宫廷 又是个所谓的城堡 有战斗的那个设计在里面 城堡的中心就是一个主楼 通常是用木头或者石头筑成的 我一直弄不清楚 为什么中国人用木头造房子 西方人用石头造房子 本质上就是造城堡引起的 用木头造房子呢 它比较被人容易攻击 用石头造房子呢 你要攻下一座城堡 不是那么简单的是吧 就这个问题 那么说那个主楼呢 是用木头和石头筑成的 当中呢 底下是个地窖 地窖里放什么呢 放酒 放很多吃的东西 然后呢 有个大厅 大厅可以开会啊 还有个小礼拜堂 可以可以进行宗教礼拜 还有呢 诸侯一家的卧室 还有诸侯进来的那个亲戚的卧室 还有呢 足以防卫用的那个高塔 在和主屋相连的庭院四周呢 是储床室和普人和杂役的住所 闹着这些屋子外面呢 往往就是个围墙 还有一道壕沟 另外呢 下面有挖了那个壕沟呢 当然有水了 所以要有个吊 什么呀 吊桥 那么就横在那个壕沟上 晚上就收起来 那么在这个城堡周围呢 还有一些农民住在那里 比如说 电农啊 农奴啊 他们是住在那个茅屋里 但是离城堡是不远的 这些呢 就是在城堡周围呢 有些村落 住在农民 那么这样一个呢 就组成一个庄园 或者说组成一个村庄 或者组成一个城堡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家庭生活了 那么这好像是个单位 不仅仅是个家 因为贵族这个家呢 因此可以说是个 既是公共性的 又是办私人性的地方 真正的私有权 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发明出来 什么叫隐私权啊 什么事情可以说啊 什么时候不能说啊 好像我们来说呢 那是办公公性的地方 贵族家庭 因此住的几众人 一个就是贵族自己的家人 这是一个家庭的核心 其次是贵族的亲戚 和寄居在他们的亲属 或者贵族以前的 婚姻带来的孩子们 这组成贵族的亲戚权 首先是核心权 然后是亲戚权 第三是贵族的 卫士 就是文武的附庸 管家什么的 那么文人主要是贵族的 管家和杂役 那么因为贵族的家呢 也是他的小朝廷所在 因为贵族不是还要搞司法吗 还要管行政吗 所以他里面的附庸里面呢 有些是有才能的 有些是文人 这是第几部分人呢 这就是他们的第三部分人 第四部分人 就是仆人和随从 这四部分人呢 都算是贵族的家人 贵族之家 家中呢 还住有些外来人 这些人呢 是贵族的朋友 和其他的贵族 所以贵族的城堡里 要预备一些房间 是给朋友住的 是给其他贵族住的 因为他们是客人 在忠实的贵族呢 必须表现为自己 是很好客的 朋友来了以后呢 他们一住就住上一段时间 一住就半年 一住就住一年 所以呢 贵族也 很好客 让他们住就住着吧 然后自己呢 也往往会在朋友那里 住一段时间 所以呢 朋友们来后呢 这个叫时来时往 但是这些人叫客人 他们不是贵族家庭成员 所以我们说啊 贵族这个家庭的范围呢 是很大的 而国王和大贵族的家庭 那就更加大了 是很大的 贵族的家庭 贵族的家庭 是很大的